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坟前郎 我说在洋墓村啊 有这么一个老人 三儿两女都不愿意照顾 每个月呢就给那么点生活费 任由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一个人生活在这山脚下 那老人只能是自食其力 说这天呢 这是一个寒冬的早上 老人依旧是起床去后山里边拾柴 这后山上是有狼的 所以啊 每次老人呢 去的时候 都会带上别人给的一管猎枪 腰间上的别人个砍刀 全副武装起来 来到后山不久 老人就听着嗷嗷直叫喉呢 小狼崽子的声音 那老人顿时是一脸的警惕 急忙拿起了猎枪来寻声看去 一只母狼和四只小狼崽子 尽收眼底 只见这母狼是浑身是血 你动不动了 原来肚子上竟然有两个洞 血流了一粒 肠子都出来了 大概其一是捕食的野猪什么的 把那个獠牙给它拱着这儿了 这母狼也是运气够背的 在母狼的血泊里 还有四只狼崽子 满嘴嗜血 饿得嗷嗷直叫唤 母狼都死了 那哪儿还能吸出奶了呀 老人看到这惨死的母狼 又瞧了瞧那几只小狼崽子 一脸的犹豫 你说扔下不管吧 那么小的狼崽子肯定得死 这要是抱回去养了着呢 那以后长大了会不会吃人呢 最终这老人想到了自己截然一身 也是无牵无挂 也实在不能看着这小生命 跟撵前死去 就心想了 算你们遇着我了 要是碰着别人呢 就得把你们给吃了 老人说完就上前脱下外衣 把四只小狼崽子给包着 包着往家里赶 回家之后 老人急忙的生火煮了点粥 大概是这几只狼崽子 真饿坏了吧 狼吞虎咽的给吃完了 吃完了之后啊 就挤到一起睡下了 老人看着这几只狼崽子 睡得这么香甜 露出了一丝笑容的 想了想 又去门外边 用这个甘草加木块 给搭建了一个窝 把睡在地上这个狼崽子 全都给抱了过去 日复一日细心的照料 小狼崽子终于不再胆怯了 把老人当成了亲人一般 也把这儿当成了家 亲密 调皮 追逐 四只狼崽子慢慢地长大了 那与生俱来的狼性 开始彰显出来了 结好 凶残 不过对抚养他们长大的老人呢 却乖顺得像小狗似的 跟在老人屁股后边 是整天团团转 说有这么一天呢 老人依旧是进山去捡柴去 回来的路上 碰着了两只野狼 这老人吓得魂不守是吧 急忙取下猎枪 此时手心里边全都是汗 颤抖着举着猎枪 就和那两头狼对着的 也就在这会儿 后面跟着那四只狼冲出来 全都是没露凶光 对着两只野狼咆哮不已 然后就冲上去一阵撕咬 最终两只野狼不敌跑了 四只狼又跑回老人的身边 一副乖巧的样子 任谁也看不出来 他们会有刚才那凶残的狼性 回家了的东西 都知道保护我了 老人摸着几头狼的脑袋 一脸的惊喜 这老人打这之后 进山再也不害怕了 因为身边上 跟着四个忠实的护卫呢 这四头狼呢 也开始进山捕猎 毕竟是狼性嘛 那是天生的习性 有天一大早上 老人打开房门 竟然看着地上躺着一只野猪 四只狼看着出来的老人 一脸的激动 围着老人只转圈 然后咬着野猪 就往屋子里边拽 这老人一阵愕然呢 竟然能捕着这大的野猪了 这是给我带回来的 老人不由得想到这几只狼 捕着野猪之后 辛苦地拖着腿到家内画面 真是为难你们了 老人蹲下来 逐一抱了抱这几只狼 就跟对孩子一般 一脸的幸福 一脸的欣慰 打这之后 这几头狼呢 隔三唱五的就往家里边带猎物 无论是寒冬还是炎日 最后村子里边的人都知道了 这老人为了四只狼崽子的事 知道这几只狼通人性 而这几只狼呢 也不怕村民 看着了 只是远远的避壤 说这天 老人去村子里边串门 可是走着走着呀 就感觉脑袋一蒙 就倒在路边了 事事无常 谁能料到这好好的一个人 他溜达溜达的 说没就没了呀 也幸亏了在路边上 在村子里的人发现了 这要是跟家里边 十天半个月的 可能都没人知道 老人的几个儿女 还是商量商量 凑了点钱给老人办后事 这老人生前呢 这子女就从来没去过山脚下看过的 这死了更好 连子女啊 还给点生活费都省了 照理来说吧 这赃事的时候呢 作为子女的应该都哭一哭吧 甭管真心还是假意 可是这几个不孝儿女 一副乐呵呵的样子 就跟家里边办喜事似的 见到谁都是一脸笑容 同时几只狼外出捕猎回来 一如既往的往家里边拖猎物 可是当看到死去的老人的时候 全都是一脸惊慌 放下猎物就直奔家里 可惜被村民们拦着 不敢靠近 这时候 几只狼站在门外边 竟然流眼泪了 眼睛阴红 一声哽咽 随后是争相仰天长笑 那嗷嗷嗷的 悲伤的狼嚎当生 那是响彻天地 这狼的悲伤知情 弥漫在村民的心里 这时候有看不惯的老人儿女的村民呢 就站出来了 看着这悲伤流泪的狼 一脸讥讽地说 哼 真是世风日下呀 有时候这人还赶不上狼呢 这丧事办了三天 这狼呢 就一直站在门外边 悲伤得毫了三天 直到嗓子都哑了 发不出动静了 安葬好了后人 后来村民们总能是看到 在老人的坟前啊 有四只狼 不论是寒冬腊月 还是三福淑酒 总能够留在那儿 一直陪陪着老人 好了 这就是坟前狼的故事